散文欣赏 欧语纯菜 作者 叶绍军 同朋友喝酒 嚼着薄片的血藕 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 若在故乡 每当新秋的早晨 门前经过许多的乡人 难得紫赤的臂薄和小腿肌肉凸起 驱赶高大且挺直 使人起健康的感觉 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 虽然赤脚 却穿短短的下部裙 驱赶固然不及难得这样高 但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质 她们可挑着一副担子 成着鲜嫩郁色的长截的藕 在长藕的池塘里 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 她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浊 所以这样洁白 仿佛她们以为这是工人品位的真品 这是清晨的画境里的重要题材 倘若涂满污泥 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 这是一件罪过的事 她们不愿意担在身上 故而先把她们啄得这样洁白了 才挑进城里来 她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 就把竹蛋横在地上 自己坐在上面 随便剪择蛋里的过嫩的藕腔 或是较老的藕谱 大口地嚼着解渴 过路的人就站住了 红衣衫的小姑娘剪一结 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只 清淡的干美的滋味 于是普遍于家家户户了 这种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客 只要到夜落秋深的时候 在这里 偶这东西几乎是真品了 大概也是从我们的故乡运来的 但是数量不多 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 硕妇巨甲的帮贤茶房们 把大部分抢去了 其余的便要供在较大一点的水果铺里 位置在金山苹果屡送香芒之间 专待善嫁而沽 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 也并不是没有 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闭合腿 变色得像未熟的柿子 实在无从新鲜 因此除了仅有的一回 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 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 是邻居送给我们吃的 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 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 这偶离开他的家乡 大约有好些时候了 所以不复成玉样的颜色 却满背着许多秀斑 削去皮的时候 刀锋过处 很不顺爽 切成片送入口里嚼着 有些儿甘胃 但是没有一种鲜嫩的感觉 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 第二片就不想吃了 只有孩子很高兴 他把这许多片嚼完 居然有半点钟功夫 不再做别的要求 因为想起了藕 就联想到纯菜 在故乡的春天 几乎天天吃纯菜 它本身没有味道 味道全在于好的汤 但这样嫩绿的颜色 与丰富的诗意 无味之味真足 令人心醉了 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 石部头总歇着一两条 煤棚船 满仓成着纯菜 是从太湖里捞来的 像这样的曲求很便 当然能得日餐一晚了 而在这里又不然 飞上馆子 就难以吃到这东西了 我们当然不上馆子 偶然有一两回去 绕朋友的酒席 恰又不是纯菜上市的时候 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 直到最近 博祥的杭州亲起来了 送他几瓶装瓶的西湖纯菜 他送我一瓶 我才算也尝了心了 想来不练故乡的我 想到这里 觉得故乡可爱极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起 这么深浓的情绪 再一思索 实在很浅显的 因为在故乡有所练 而所练又只在故乡有 就迎戏着不能割舍了 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 知心的朋友在那里 怎得不恋恋 怎得不怀念 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吗 不是的 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 把我们牵着罢了 若无所迁戏 更何所恋念 像我现在 偶然被欧与唇菜所迁戏 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 所恋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谢谢大家 这位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